好 这个章节物非常重要哦 老师 不是在讲吗 有很多dale is,dale are 有时候用have,have字 同学都搞得迷迷糊糊 现在 老师在做分析给同学听 第一个 这些都是表示有 have,have字也是有 dale is,dale are也是有 可是我们要分清楚 一个有是人有生命的 比如说我有用I have 你有you have 他有用he has,she has 他们有用dale have 但是有些是 有是没有生命的主词 好 什么 比如说 桌子有四个角 那桌子 他没有生命啊 或者是大自然的现象 好大自然 比如说 森林中有很多动物 那森林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景象 或者是空中有很多飞鸟 那空中 这个都不是人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 dale is 加单数的主词 del are加负数的主词 记住 你看老师的说明 del是虚字 不是主词 也不可翻成那里 不可以 反正看的 del is 就是有 del are 就是有 一问句就是 is del are del 但是同学会犯这个错误 都到了高中 哎 或者是国中 同学就会写到有 用del have 这个是错的 没有这样子的写法 那么同学就 顺便了解一下吧 以后读 国中了 高中了 就不要犯这个错咯 现在我们看下面 第一个是 句子的重组 句子重组 主要就是让学生知道 英文句子 他哪一个在最先的位置 哪一个在中间 哪一个在后面 这个位置要弄清楚 以后你才能写句子 你才能讲句子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基本上 没有一问词 就要把先把主词动词写出来 然后再把 地方写出来 再把时间写出来 先写地方 再写时间 然后句子的主要的人物 最前面 再来 这个动词 好现在我们看 some money 一些钱 deo意思 有 on the table 在桌上 当然 要先写 deo意思 因为那个是有 一定要先写 所以 我们这一题 答案 就是要用 deo意思 那 老师把这个字体改一下 这个字体 不太好看 有什么 对不对 自认自导 有什么 有一些钱嘛 所以后面再加 some money 那 在哪里 在桌上 那叫 on the table 这个就正确了 好 要先写有 那有什么 再接过来 在哪里 这个 他 基本位置 是这样子 再来我们看 第 第二题 第二题也是一样 要考我们的一个位置 你看第1个 他说 in the lake 在哪里 在湖泊 not 没有 否定 第二意思 有 much water 很多水 湖泊是地方 所以一定是在后面 先写 有没有 先写 有没有 所以这个 我们要先写的是 del 意志 那因为这里有否定not 所以用del 意思not 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很多水 水不可数 用much 好 所以后面我们用much water 家具 有没有地方 有 这里有一个地方 in the lake 湖泊里面 然后再加 in the lake 这样就正确了 好 现在 家具我们进入 人了 人当主持了 刚刚是del is del are 我们现在看第三题 看他出现的内容是什么 many friends 很多朋友 然后 我 I have 我有 in the city 城市里面 所以 第一个步骤 一定先写主角 主角是谁 我 然后接动是我有 好这个要先写 答案就是 I have 然后问 我有什么 当然 我有很多朋友嘛 所以家具一定是写 很多朋友 many friends 然后再来 在哪里有很多朋友 地方 就写到后面去 in the city 这样有没有概念 它的顺序很重要 再看 第四题 这里又来一个del are了 好 不管怎样 del are 一定要先写 del are要先写 然后再用自问自答 del are 有 有什么 有很多人 many people 在哪里 在公园 in the park 地方 英文的习惯 地方 片语 写到后面 如果有地方又有时间 要先写地方 再写时间 这个是 主持要先写 主角要先写 再来这个主 主角是人 他做什么动作 马上要写到后面 那在哪里做 时间 那个地方 那什么时候做 再加时间 他的顺序就是这样子 很重要 好 第五题 主角是谁 人 人 人就是主角 所以 人 人就是主角 主角怎样 找动词 有 这里有 那就写黑字 再来 有什么 有一些狗 这次 some 都是 还有什么 and and 是连接词 它连接狗跟猫 所以后面再来接 and cats 这个就正确了 gen had some dogs and cats 好 第二一字 第二二 还有 have 黑字 基本观念 就在上面 现在我们再来看 翻译填充 要找到 是 人 有 还是 这个 大自然现象 还是没有生命的 你看 街上有 街上有没有生命 没有 没有生命的 你看一看 老师讲的这边 只要是 没有生命的主持 像街上有 森林有 空中有 这个都是 属于没有生命 属于大自然现象 一定要用 del一字 del are 千万拜托 拜托 好 下去 所以街上有 绝对就是 del are了嘛 对不对 你看 懂了之后 就好简单了 就是del are 那有什么 有 有什么 马上就要接东西了 to post office 两个邮局 两家邮局 post office邮局 然后再把地方写到这边 地方就是 街上 好 街上 我们是用 on on the street 这条街上 有两间邮局 再看第二个 空中有 你看空中有 这个有一定是 del is del are 不用考虑了 因为空中 就是大自然的情境 所以这个答案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del is del are 要分清楚 究竟是del is 还是del are 你看有很多鸟 复数 所以用del are 很多鸟 好 再把地方 写到后面去 地方在哪里 在空中 英文就要用 in the sky guide 第三 湖泊里有许多鱼 湖泊 你看湖泊又是没有生命 又是大自然的情境 所以这个有一定是 del are del is 那要看 究竟要用del are 还是del is 很多鱼 or many fish many fish是复数 所以正确答案是用 del are many fish 在哪里 湖泊里面 一定是湖泊里面 湖泊里面就要用 in the lake in the lake 第四题 农场上有 你看这里是农场上 这个也不是人 所以还是用del is del are 那看看有的是 单数还复数 鸭子很多 这个还有鸡 可能鸡也很多 也要加s 我们加s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用 del are del are some dogs and the chicken 在哪里 农场上 英文是用on on the farm 在农场上 第五个 他们有 他们他们 他们人 有人了 人就是they have 有什么 很多钱 钱可不可数 不可数 要用march 再来 很多房子 房子可不可数 你看有s 可数 要用什么 要用many 你看一个march 一个many 很快就分出 他的区别了 好 这些句子 del is del are 老师 他很快的 给他念一遍 街上有两家邮局 there are two post offices on the street 空中有许多鸟 there are many birds in the sky 湖泊里有许多鱼 there are many fish in the lake 农场上有一些鸡 和鸭 there are some dogs and chickens on the farm 他们有许多钱 及房子 they have much money and many houses 这个是第四组 del is del are 跟have hits的区别 非常高档的